有一個尺寸比較 這個距離 從這一條線到這一條線的距離 為多少 它這邊 這邊有一個半徑為100 實際上它應該要畫一條虛線 它要畫一條虛線 就是說 表示說這個是一個半圓 也就是從這邊 到這邊的距離多少 如果這邊是中心點的話 那應該要100 因為這邊 它是一個半圓 如果這邊是半徑為100 這邊也是100 這邊到這邊的距離是100 稍微記一下 只是說它這個地方沒有標得很清楚 所以同學可能會有一個尺寸的Lose 所以如果要畫出2D的部分 首先第一個我們先把這地方 先畫出來 畫出來之後可以把 比較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把這個先把它 把它這個 做一個分解 比如說我這地方 可以把這地方做一個分解 那分解之後的話 我就做一個 這邊把它分解掉 分解掉之後的話 再做偏移 偏移的話 這邊有兩個尺寸 分別就是 剛剛同學可能 找不到的一個尺寸 就是一個這個地方的距離 所以這個地方的距離的話 我們可以用偏移的方式 偏移的話 先偏移70 Enter 把這條線 把它偏移過來 再來的話 再 空白鍵 再空白鍵一次 再偏移外面那個100 Enter 然後把這個 往外偏移 偏移之後的話 我們就可以 偏移OK 偏移完畢之後的話 那我們就有這一條 這個外面的框 跟這個裡面的 這一個 CRT後面的 這個 這個地方 那接下來的話 我需要 其實我們主要是需要 這一個點的位置 那這個點的位置 題目裡面有跟我們講說 從這邊過來 有一個尺寸 兩邊的話是50 那這邊到這邊的話 兩邊的尺寸是100 所以各為一半 所以我們可以用追蹤的好了 我習慣用追蹤線 然後呢 直接從這邊這一個 往這個方向 如果我要25的話 其實你可以往這個地方